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说苏三菱MKI发现了歼20 我们知道过去印度空军的苏三菱MKI 它配装的脉虫多佛雷达技术是比较落后的 一个是体积大 再一个探测距离比较近 大概也就是100多公里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现在它对雷达进行了升级 当然升级的材料甚至是新的雷达可能来自于俄罗斯 那么它的新的机载雷达对空军目标的探测距离有多远呢 号称是400公里 那么400公里指着什么目标 是大型的目标 那么像客机 运输机 甚至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像美国的B-52这样的大型战略轰炸机 那么又想用苏三菱MKI 在三四百公里的方位内 搜索和发现他们 应该说也有可能做到 当然这个400公里的探测距离到底是真是假 现在还不好讲 就算是400公里吧 那么它对雷达反射界面比较小的轻型战略机的探测距离 一般能够到多少呢 顶多也就是200公里 要大个折扣的 那么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距离要进一步的缩点 恐怕也就是个几十公里 顶多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G-20战机会跑到中印边境地区相应的进行活动吗 现在没有确切的消息 G-20战机是可以上高原的 我们在高原地区已经进行过相应的起降训练和其他的一些检测 但是这些高原机场距离中印边界距离比较远 何况它还是隐身的 你就是把苏-30配备在中印边境地区升空以后 你要想看到隐身飞机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这次号称发现了G-20的行踪 那么这里可能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G-20在巡逻过程中 接近了中印边境 这种情况有没有 现在不好说 那么它即使发现了 那怎么发现的 G-20在平常的训练中 往往在机体下面 要装一个龙波透镜 也就是一个龙波球 那么这个龙波球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增大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的 因为隐身飞机在平时的训练中 由于它的隐身效果非常好 那么地面雷达很难对它进行跟踪和引导 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 特别是在本场或者是转场训练过程中 你很难掌握它的整个活动情况 那么有的时候 你的训练就不能够以全隐身的状态出现 必须要把你的雷达反射截面要增大 那么龙波球或者龙波透镜 它的作用就是要增大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 以便我们的引导系统或者雷达系统 能够及时掌握它的动向 而且在某些模拟空弹状态下 G20也有可能携带龙波透镜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说在几百公里外 用地面雷达来搜索 是有可能发现它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实作战所使用的情况 何况很多飞机都可以携带龙波球 或者是龙波透镜 比如说一些无人机 无人机的作用可以说多种多样 那么有些无人机它是隐身的 因为天然隐身 但是为了让它模拟真实的大飞机 它往往需要携带龙波球 不要加上去以后 让地面的雷达或者空中的雷达 看到它以后会把它判断为一个大飞机 这个是用于迷惑对手的 那么就算这架印度空军的苏30 发现了空中目标 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目标 是歼20 而不是别的飞机 因为龙波球或者龙波透镜 它的反射截面 它的特点 信号特征 和真实的隐身飞机的信号特征 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来识别目标 这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发现目标是一方面 识别目标可能更为关键 那么如果你用二次雷达 或者是敌我识别器 对它进行询问式的问答 那么对方没有回答你 不证明一定是敌机 它有可能是民用飞机 也可能是无人机 那么无论是回答不回答 你看到的这个 由龙波球或者龙波透镜 反射出来的雷达信号 你根本就无法判断 它是什么样的空中目标 因此印度空军参谋长的这种说法 可以说很多方面是不靠谱的 即使是看到了 也任何问题都说明不了 真正的未来空战是隐身飞机 对非隐身飞机 那么像苏三菱这样的 不隐身的战斗机 面对歼-20应该说没有任何胜算 为什么印度空军参谋长 对这个改装后的苏三菱MKI 有这么满满的信心 认为它能够发现空中的隐身战机呢 是因为这款飞机换装了比较先进的 机载雷达 也是俄罗斯研发生产的 无原相对雷达 那么无原相对雷达和 我们现在很多先进弹机 包括歼-20歼-16歼-10C 他们所携带的 有原相对雷达相比呢 技术层次还要低档 而且呢 它的可靠性安全性 以及探测距离 探测精度 都要差不少 那么即使是这么样一个 大飞机装了一款比较大的 无原相对雷达 和中国的机载雷达 特别是战术机所配备的机载雷达 应该说档次还差不少 不要说要和我们歼-20进行对抗 哪怕是中国的歼-16 歼-10C 它恐怕也没有胜算 因为歼-16歼-10C 综合航电系统 雷达系统 以及物器系统 要比苏-30先进的多 在超市局空战状态下 不要说对阵-20了 即使是对阵我们的三代半战机 -16和-10C 它都没有胜算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交流 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